记者张义晨宜兰报道,台九线苏花公路114,4K9公里路段受好与影响,该路段昨时一时许出现大面积落石盘方考量用路人安全公路总局自今凌晨12时25分起,苏澳至冬澳段实施预警性封闭,原预计今早八时开放通车但因灾情扩大受灾长度达40公尺。 工程单位现已加派机制投入抢修,预计今下午三时才恢复通行。 宜兰近日受好与影响,苏花公路114,3公里处坐入夜后陆续传出落石情况,一度造成交通全面受阻。 工程单位投入抢修于昨晚八时四十分强通恢复双向通行但因好与持续且仍有零星落石。 工程单位评估天后状况后,今凌晨苏澳至冬澳段实施预警性封闭。 苏花公路原预计今早八时恢复通行但因摊方范围扩大至40公尺,落石量超过2000立方公尺。 灾情一夜扩大,尽管工程单位要派两部装载机一部怪手进驻抢修但现场仍有间接落石影响抢修进度。 四公处南澳公务段指出目前已加派人力抢修,预计今下午三时开放通行,若现场落石持续不排除延后强通时间。